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技精英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农广天地 我们的节目曾经介绍过河南省的优良地方品种固史基 而今天节目的主角三高青角黄基三号配套系 就与固史基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是三高农牧公司以固史基为原始品种 经过多年的研究培育成功的一个配套系品种 三高青角黄基三号配套系改良了地方基种资源 既保持了固史基良好的弹肉品质 又在适应性和繁殖性能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同类产品当中具有着较强的竞争优势 三高青角黄基三号配套系属于三系配套 它是以河南地方基品种固史基为培育素材 培育出了母系母本M 然后利用具有DWI小基因的高产弹基为培育素材 培育出了母系副本R 母系母本与母系副本通过杂交生产出 具有DWI小基因的父母带母本RM 然后再以故事基为培育素材 培育出了父母带副本G 父母带基杂交后 育成了商品代基GRM 三高青角黄基三号配套系的育成工作在2012年底完成 于2013年通过了国家触勤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认定 并被命名为三高青角黄基三号配套系 三高青角黄基三号配套系生产性能好 而且父母带基性成熟早 22周零进入开产期 开产体重为1.2千克左右 开产期四分之四 31周零进入产弹高峰期 产弹高峰期产弹率为74.3% 经农业部家禽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测定 三高青角黄基三号配套系 一个产弹周期也就是21-66周零 母鸡产弹数为185-188个 种弹合格率为97.1% 三高青角黄基三号商品代基生长速度快 抗病能力强 饲料转化比为3.42比1 商品代基平均饲养120天左右就可以上市了 三高青角黄基三号配奖 配套系养殖户可以从育种单位购买父母带 种基基苗然后自行繁育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三高青角黄基三号配套系的 父母带基是怎么饲养的 三高青角黄基三号配套系 父母带基养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6周零育除基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7-20周零育成基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产弹基阶段 也就是21-66周零 除基进射前一周 要用高蒙酸钾和钾犬溶液 对基射进行薰针消毒 基射通风一周后就可以进除 除基都是从育种单位或有资质的养殖场引进的 进除之前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防疫工作和公母分群的工作 养殖户直接引进就可以了 饲养员要把引进的厨基放到提前准备好的笼子里 厨基阶段的公鸡和母鸡是分开饲养的 一般引进的父母带公鸡和母鸡的比例约为1比10 经过了长途跋涉的厨基要先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 休息15-20分钟后就可以给它们开水开食了 开水时饲养员要在水中加入维生素电解质 搅拌均匀后 让它们自由采食 这样开水就完成了 开水10-15分钟后还要给厨基开食 开食时使用的是厨基专用开口饲料 把开口料投放到料槽里就可以了 让厨基自由采食 厨基安心的生活 离不开养殖人员精心的照料 预厨基四位时要保证厨基有充足的饲料 但是厨基也不能吃得太饱 所以在四位时 养殖人员要做到少位擒天 饲料不要在四草内过夜 以保持饲料新鲜 厨基的饲养密度很有讲究 密度过大会影响厨基的生长 一般一到三周厨基的饲养密度 在每平方米35-40只 之后随着厨基的长大进行分群 基舍内的温度保持在32-35摄氏度左右 如果是夏天 那么就需要开窗通风 冬季则需要采用供暖设备 给基舍供暖 还要注意基舍内的空气相对湿度 要保持在60%到65%之间 厨基一到三日零要采用24小时连续光照 光照强度以基能看到吃食饮水为好 以利于它们熟悉环境 提高基的采食量 达到快速生长 提高成活率的目的 4-7日零每天光照18个小时 7日零后就可以采用自然光照了 光线较强的白天 应将窗户略为遮掩 当父母带鸡生长到六周龄以后 就进入了第二个养殖阶段 就是育成器了 首先要做的就是 把它们转移到育成鸡设立 这个时候公鸡和母鸡仍然要分开饲养 需要养殖户注意的是 育成器的饲养 关系到种鸡的产弹性能 我们来看一下都要做好哪些管理工作 父母带公鸡和母鸡 每龙饲养5-6只 一般每平方米饲养20只左右 鸡舍的温度控制在28-30摄氏度 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55-60%之间 听养殖场的工作人员讲 这一时期的管理目标 主要是控制育成器的性成熟 性成熟过早或过晚 都会对产弹器的产弹量有影响 那控制育成器性成熟会跟哪些因素有关呢 我们这个三高青角黄机三号父母带 育成器又需要注意的是限制思维和控制光照 父母带机从第七周开始限制思维量 在第七周时 父母带公鸡每天的思维量为48克 父母带母鸡每天的思维量为33克 以后每周的思维量增加2-3克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控制思维量 当鱼乘器饲养到18周时 公鸡思维量达到90克左右 母鸡思维量达到70克左右 公鸡体重要达到1.5-1.6千克 母鸡体重达到0.9-0.95千克 饲养员一般在上午7点左右 给他们投喂适量的饲料 每天只思维一次 为了减少鸡群的应激反应 所以要减少养殖人员进出鸡舍的次数 这个时期的饲料配方为 玉米63% 豆粕20% 脉肤6.5% 棉破5% 鱼粉2% 石粉2% 预混料1.5% 控制鸡群性成熟除了控制思维量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 那就是要控制鸡舍内的光照强度 鱼乘机白天采用自然光照 到了晚上鸡舍内要有照明灯 保持整晚的连续光照 给鸡群补光 光照强度约为5勒克斯 当玉成鸡饲养20周龄以后 就进入到铲蛋器 鸡群群父母带母鸡 每龙饲养2只 一般每平方米饲养7-8只 父母带公鸡都是单龙饲养 每平方米饲养3-4只 父母带鸡舍的温度控制在24-28摄氏度 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50%到60% 处于鸡蛋器的父母带母鸡 白天采用自然光照 到了晚上鸡舍内要有照明灯 保持整晚的连续光照 光照强度保持在16-18勒克斯 适当的光照强度 可以刺激父母带母鸡鸡鸡鸡 为了保证鸡蛋机有充足的营养 这是要思维它们产蛋器配合饲料 每天每只母鸡的思维量 控制在80克左右 公鸡的思维量会高一些 每天的思维量控制在100克左右 为了减少产蛋机的应激反应 产蛋器种鸡的思维方法 与育成期一样 每天早上7点左右 思维一次就可以了 这时期的饲料参考配方为 玉米63% 豆粕22% 卖肤12% 鱼油2% 预混料1% 人工受精要在母鸡24周龄才进行 人工受精的时间要选择在 当天母鸡产完蛋以后 也就是下午的3点到6点 采经时工作人员要将公鸡固定 用手轻捏公鸡 卸直枪两侧 使它排出精液 把精液收集到采经杯 紧接着就要对母鸡进行输精工作 一般每只母鸡的输精量为 0.03毫升左右 每只父母带公鸡提供的精液 可以满足10到12只母鸡的输精需要 一般公鸡和母鸡每隔5天就要采经和输精一次 为了防止肿蛋被污损 养殖员要及时收集肿蛋 一般每天早上8点开始剪蛋 每天收集2到3次 剪蛋完成后要及时把肿蛋放到肿蛋库 三高青角黄鸡三号配套系父母带鸡 所产的肿蛋不一定都符合孵化的标准 需要养殖人员按照要求 将畸形蛋 沙壳蛋 碎壳蛋都挑拣出来 除此之外 为了保证商品鸡孵化的整齐度 蛋重在38克以下的也需要淘汰掉 留下符合标准的肿蛋再进行孵化 挑选好的肿蛋整齐的码放到孵化架子上 然后放到蛋库保存 准备孵化 蛋库要保持通风 一般肿蛋库的温度保持在15至18摄氏度左右 相对空气湿度保持在60%到70%之间 肿蛋存放的时间不能超过5天 肿蛋入库24小时后 还要对肿蛋进行消毒 一般工作人员用高蒙酸钾和甲醛溶液混合 熏蒸消毒 高蒙酸钾和甲醛的用量 可以根据商品说明书的要求进行配置 使用 一般密闭熏蒸消毒的时间为30分钟左右 经过消毒的肿蛋放置24小时以后就可以放到孵化箱进行孵化了 看着一排排整齐的设备就是孵化箱了 肿蛋就要放到这里孵化了 三高青椒黄鸡 肿蛋人工孵化的时间为21天 第一至18天 肿蛋需要在孵化箱中进行孵化 19至21天 就要从孵化箱转移到出除箱 准备出除了 肿蛋入库时间在下午的4到5点进行 这样肿蛋就会在白天大量出除 方便工作人员进行处击的分级 性别鉴定 以及疫苗接种和装箱等工作 室移的温度和湿度是人工孵化的重要因素 一般孵化机内的温度控制在37到38摄氏度 在孵化过程中 一定要使孵化机始终保持通风换气的状态 通风量的大小会影响孵化机内的湿度 一般孵化机内的湿度保持在50% 适宜的湿度可以使胚胎受热均匀 在种蛋孵化时 工作人员每隔两个小时观察一次 并做好记录 以便发现问题并及时进行处理 孵化过程中 为的是种蛋受热均匀 工作人员要设置翻蛋次数 一般每小时翻蛋一次就可以了 一昼夜共翻蛋24次 为了检查胚胎的发育情况 要用照蛋机透视蛋内部的状况 照蛋的时间应分别在入肤后7天 12天18天进行三次照蛋 检查胚胎发育情况 剔除出无精蛋 死精蛋 死胚蛋等 以保持良好的孵化环境 当种蛋孵化到18天以后 就要进行落盘工作 落盘时将胚蛋从孵化箱 转到出炉箱中继续孵化 落盘时动作要轻 以免损坏胚蛋 落盘结束后 就可以把种蛋推入出炉箱 出炉箱的平均温度 控制在37摄氏度左右 空气相对湿度 保持在55%到60%之间 种蛋孵化到21天时 除鸡就开始大量出壳了 工作人员要等除鸡羽毛全干后 再把它们剪出来 一般每隔4到5个小时剪一次 三高青角黄鸡三号受精蛋孵化率 一般保持在87%到90%之间 由于种鸡场要往不同的地区出售除鸡 各地区对除鸡的性别要求也有所不同 所以要对除鸡进行出厂前的处理工作 三高青角黄鸡三号商品代鸡 在出厂前还要进行雌雄鉴别 对出生基础进行雌雄鉴别 可以有效地把商品代鸡公鸡和母鸡分开 公物分群饲养可以提高鸡群的整齐度和 饲料转换率 为了提高商品代除鸡的免疫能力 一般除鸡在出生24个小时以内 要及时注射基马利克氏病活疫苗 每支除鸡注射用量为0.2毫升 注射时要进行皮下注射 根据养殖场的规模和饲养水平 可以引进父母代种鸡繁殖商品代鸡 也可以直接购买商品代鸡苗育出售 接下来我们就从一到六周龄的除鸡开始 来介绍一下三高青角黄鸡三号商品代鸡的养殖技术 除鸡的开水开始与父母代种鸡相同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管理工作 还需要注意哪些 鸡舍内一定要保持恒定的温度 一般温度控制在30至32摄氏度左右 除鸡四位时要投为除鸡全价饲料 两周零以前每天投料6至8次 两周零以后每天投料应当不少于三次 四位时要做到 扫头擒天 商品代除鸡的光照可以按父母代除鸡的光照强度来控制 这里就不再重复介绍了 商品代鸡除鸡的饲养密度与种鸡相比可以大一些 一般商品代除鸡每平方米蓝色可以饲养40至50只 当商品代鸡饲养六周后 就要把除鸡从龙舍里转移到平地上进行散养 散养的鸡都适合在哪些地方养殖呢 咱们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讲的 那么作为三高清卷黄旗三号呢 我们主题啊一种养殖模式叫做健康养殖 怎么个健康养殖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养殖环境 是没被污染的 所以选址非常关键 比如说我们在山坡林地是进行生态放养 包括我们在茶园里面 在滩图都可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养殖模式 在转军以前 饲养员要提前准备好养殖场地 一般场地的大小可以根据养殖户的鸡群数量来确定 养殖场内要建有鸡舍 商品机进入鸡舍前 工作人员要对鸡舍进行消毒 可以用氢氧化纳消毒液 对鸡舍的地面墙壁等进行全面的喷雾消毒 消毒药的用量可以根据商品说明书的要求 进行配置和使用 为了防止鸡舍地面潮湿 养殖户还要给鸡舍地面铺上厚厚的一层倒壳 倒壳要铺均匀平整 刀科铺完以后 养殖户还要把料槽整齐地摆在鸡舍内 每个料槽内装满了育成鸡颗粒配合饲料 以后这就是育成鸡吃饭睡觉的地方了 当夜幕降临以后工作人员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饲养员要把育成鸡从笼子里抓出来 转移到平地饲养的鸡舍里 一框框预成鸡被转移到这里 为了减少预成鸡的应激反应 避免光照刺激 所以工作人员要在晚上进行转移 但是他们还不熟悉这里的新环境 害怕地挤到一起 预成鸡的放氧密度不能太大 一般每平方米6到7只就可以 为了方便预成鸡熟悉环境 提高鸡的采食量 鸡舍内还要按有照明灯 照明灯的功率为每平方米2.7至3瓦 以满足预成鸡对光线的需求 天亮以后 预成鸡会来到鸡舍外的草场自由采食青草 为了保证预成鸡的营养 工作人员还要在早上8点左右和晚上5点左右 各补四一次 让鸡自由采食 以保证三高青角黄鸡健康成长 预成鸡建议饲料配方为 玉米60% 豆粕25% 麦腐5% 鱼粉5% 石粉3% 预混料2% 当三高青角黄鸡三号配套系商品待机长到90天左右 就要对它们进行预肥思维了 一般预肥时间为30天左右 这样商品待机在出篮前可以增加肌肉间的脂肪含量 使口感更佳 在预肥期间 要适当缩小商品机的运动范围 减少放牧时间和运动量 饲养员可以在鸡舍外用尼龙网打建一个运动场 运动场的面积与鸡舍面积大小相等就可以 另外 运动场要选择有树木的地方 这样有利于鸡防暑降温 商品待机 鸡舍加运动场总面积的饲养密度 控制在每平方米 一至两只鸡 就能满足它们的活动需求 预肥期间要四位它们预肥期配合饲料 增加预肥鸡的四位量 每天四位三次 每次的四位量控制在65至70克左右 预肥期建议饲料配方为 玉米65% 豆粕20% 麦肤8% 鱼粉2% 石粉3% 预混料2% 预肥期间 商品机的运动量减少了 采食轻饲料的量也会减少 这时饲养员要人为地给它们增加轻饲料的四位量 每天下午 饲养员会收割青草去四位它们 青草的四位量没有限制 可以让商品机自由采食 以增加预肥鸡的营养 当预肥鸡饲养120天 体重达到1.8千克左右时就可以除蓝上市了 不过也可以根据市场需要把预肥鸡饲养到300至350天再除蓝 三高青角黄鸡三号配套系 以它优良的生产性能得到了越来越多养殖户的认可 在河南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养殖规模 利用当地的山林资源 许多农户采用设施与山地临地相结合的饲养方式 这不仅让沛桃系优越的生产性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同时又保证了商品肌肉的体质养殖效果非常不错 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农广天地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你想查询更多的信息请您登陆中广罗电视台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